清索 这次成败就看你了 赚心心 前面就是一个光颠 待会儿的雨颠 万万不可出差错 这是宇文雍 皇上的弟弟 周朝的大司空 清索 这次你要对付的就是他 这次黄公宴 唯一的目的 就是你要想尽一切办法 俘虏他的心 进而住进大司空府 取得他的信任 配合咱们大公宰府的行动 姑母 你确定 朕魂珠当真还在大司空府 千真万确 别家女子手帕上绣的 都是些莲花牡丹鸳鸯蝴蝶 为什么 你绣的却是两只萤火虫 请把帕子还我 清索 参见皇上 嫂夫人平身 请皇上把帕子还于清索 你就是嫂夫人的侄女 清索姑娘 好 你若能答出朕方才的问题 朕 就将帕子还给你 皇上 这是块帕子 没事 萤火虫虽然渺小不起眼 却也有它的灵性所在 皇上 难道没听说过那首诗吗 唐空泪星云 浮树若生花 平银神火照 莲似叶朱鸣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亲 清索 不得无礼 不必在意 清索姑娘的回答 朕非常满意 好一句 逢君时光彩 不吝此生亲 参见皇上 玉宴已经准备妥的 请皇上移下御花园 嫂夫人请 皇上去 监友 中文字幕——YK 皇上今日神思不属 所为何事 今日偶遇清索姑娘 快人快语 意气风发 还听说清索姑娘的舞技 倾国倾城 朕倒是有些按捺不住 想要见识一下清索姑娘的舞姿 多谢皇上 这不她来了 这不她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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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四弟与青锁的这杯洗酒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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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四弟与青锁姑娘当真是必人一对 朕自然要御成美事 袁太使 臣在 何时即日 启禀皇上 经微臣算得 三日之后众星报喜 是个千载难逢的黄道吉日 罗大司空在当日成婚 不但星河家族 更着国运昌隆 皇上 三日之期虽显仓促 可既不能让清索姑娘作为正事 小弟自然也不会亏欠了她 小弟定会倾尽全力 置办一个隆重的婚礼 好 婚期就定在三日之后 多谢皇上 多谢皇上 大仲宰到 不错 像个新娘的样子 前日你在御花园表现得当 你姑母果然没有看错你 还记得你的任务吗 今世宇文雍不动声色找到镇魂珠 镇魂一出天下静 离商积业百事横 拿到镇魂珠 就可以当上皇帝 只要拿到离商剑 便能守得百事积业 两剑神器 局势无双 多少人 梦寐以求得到他们 又有多少人 又有多少人因他们而丧生 要拿到镇魂珠和离商剑 没那么容易 你不要轻举妄动 先做好宇文雍的宠妾 牢牢抓住宇文雍的心 一切等我来安排 是 是 四哥哥 你在做什么呢 是在等着我回去吗 不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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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好像是一对啊 看起来好幸福的样子 就像我们一样 小林 你怎么了 张开嘴巴让我看一下 小林 小林 就只有你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四哥哥 你是说 我就是马厩里的疯丫头吗 那 那 我以后 会好好学着 怎么做一个称职的王妃 绝不给你丢脸 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兰陵王妃 四哥哥 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 我把它交给你 小林 你为什么 四哥哥 你是知道的 我是端木一族 唯一的后人 我要为端木一族 找到镇魂珠 完成家族使命 小林 这些不是一个女子 需要承担的 一切由我 答应我 四哥哥 别去冒险 我说过 我要做一个 能光明正大的 站在四哥哥身边的女子 所以 我绝不放弃 小林 你真的不必如此 你现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我只希望你 做一个简简单单 快乐的女孩子 你我可以永远在一起 策马于广袤的草原上 这样就够了 嗯 我也好想 永远跟四哥哥在一起 策马 奔驰在广袤的草原上 所以 四哥哥 你一定要等着 我不想交给宇文勇 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师傅 大白天的 你怎么 师傅 你师傅 师傅 你这是做什么 你不必管我 做好自己的事便是 你记着 婚礼之后 尽力将宇文勇拖在心房 一定要拖过子时 师傅 徒儿不明白 为何要拖到子时 那宇文护 宇文护 不过是一步棋而已 现在借他的手 让你进了大司空府 就是你我天下了 你不想尽快行动 拿到镇魂珠回到齐国吗 我当然想回到齐国 师傅 只需要拖过子时吗 只要你将宇文勇拖在心房里 我便会派人搜遍大司空府 一定要找到镇魂珠 可那宇文护为人狡猾 我自有办法 总之 你给我好好记住 要宇文勇待在心房里 过了几时 就算你完成了任务 只要拿到了镇魂珠 祝长公得到天下 你就能做兰陵王妃 是 徒儿一定搬到 宇文勇 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 他有多狡猾 我也该想想办法 自保才好 恭喜大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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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 多谢 皇上驾到 参见皇上 恭喜皇上 贺喜大夫人 祝爱卿平身 谢皇上 大仲宰 扫夫人 不错 像个新郎官的样子 多谢皇上 四弟 今天是你取亲 天大的席事 别忘了为我们皇族 早日开支散业 大仲宰取消了 这里不是公堂 我们是兄弟 应该以兄弟相称为好 兄长说得对 自家取亲 不必多礼 是 疾病皇上 大仲宰主上 喜酒已经到府门前了 四弟 明日那么聪明 今天怎么有点傻了 还不出去接 是 是 皇上 行 兄长 行 行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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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夫人 请下轿 好 谢夫人 大司空来接你了 请下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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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吧 一拜天子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一拜 送入洞房 请闭夫人 四公府的大部分的宾客 都在华底拧酒 你手下看 正如夫人所料 是下手的好机会 里边的东西 小心保管 随身携带 镇魂珠遇到这些血 就会发光 此时一到 你们就按照我安排的方位 进入大四公府 只有此时这个时辰 才可以行动 记住 一定要在这个时辰内 给我拿到镇魂珠 是 切记 随身携带的血 不准丢失了 今日这酒香醇 我也不知好了所有机关 应该能脱过此时了吧 四弟 你醉了 皇上 小弟没醉 嫂夫人哪 躲开 小弟还想跟嫂夫人 再喝一杯 一时谢意呢 他有点不舒服 先行回府了 四弟 今日是你的新婚大喜 喝酒固然重要 但千万别忘了 房里还有人 在等着你呢 是是是 小弟 立刻便去 主上 皇上 大仲宰 属下替主上告罪了 大仲宰 看来 你我在此 四弟 恐怕也招呼不了我了 不如 你我就早点回去安歇吧 臣遵旨 皇上请 兄长请 送皇上 送兄长 是 恭送皇上 恭送大仲宰 主上 送我回房 是 兄长说 有人在等我 是 主上 主上慢点 小心脚下 慢点 来 主上 是 属下告退 夫人 本司宫来了 夫人 夫人 二哥见了我 为人咳嗽 夫人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像仙子一般 怎么样 这是本司空为你准备的新房 可还满意 这烟雾本司空也喜欢 吴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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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香啊 本司空也有香 明明噴了迷香 他怎么还不晕倒 难道这里面装的水 可解迷香了几样的 夫人就别害羞了 你 你这个狡猾的人 你不要再过来了 夫人真是了解本司空的喜好 想喝喝饮酒 好 本司空陪你喝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夫人 怎么把自己给绑起来了 你放开我 夫人 你好香啊 你走开 你走开 来吧 还是先动房吧 夫人 这是做什么 你当真是小看了本司空 既然嫁及了大司空府 就来得走不得 好 喂 我说楚总管 你每天就像一只苍蝇一样 嗡嗡嗡的在我耳边叹气 真想一巴掌拍你在箱上 喂 听说一直皱着眉头 时间长了 脸上是会长皱纹呢 那又怎样 我说 你这一天当晚的愁什么愁啊 看到我的揪心 我在担心咱们主上 主上有什么好担心的 新婚之夜啊 不行 我再去看看去 不会吧 主上洞房你都要担心 你未免也太 真是皇上不及太坚气 你等等 我也要去 此事马上就到了 情况如何 没发现 没有 大司空本身上下下都搜遍了 只有一个地方没搜 新房 退 新房 走走走走 你放开我 看来 你是真舍不得离开本司空 两边有缩后背魂 你选择绝地固守不去 我劝你 我劝你 要真的不想走 就乖乖地陪本司空洞房 明天好给大中宰一个交代 别过来 你走开 走开 放开我啊 主上 主上 没事吧 你要不想到出马脚就别出声了 动房而已 能有何事啊 出去 还有 再听到响动 不用进来 快走快走 放我下来 快放我下来 你还我 原青所 你好大的脑子 根本司空成亲之日 身上竟然带着情人送的帕子 还我 如果你告诉大司空 为什么死气白赖的非要进大司空府 我就把帕子还给你 若不然 明天早上我去大中宰府告你个不争之罪 看看到时候大中宰又如何主治你 旁人都说 大司空 风流倜傥 最动女人心 那大司空倒是猜一猜 我为何要嫁进大司空府 怎么 知道要变成阶下之囚了 知道软玉相求了 你 你 叫你乱抢别人的东西 本姑娘倒是要看看 如何降服你这匹猎马 你 瞧 怎么样 再 再猎的马 也要臣服在本姑娘的族下 不行 你 你做什么 你 放开我 放开 不是 你就乖乖的动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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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到底在探什么气呢 哎呀我都说了 深深脖子喘气舒服还问 我说你连主上的动房都看了 还有什么不舒服点 是啊 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谁 有刺客快来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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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的 主上 都已棄绝 马上平靠大公仔 大肆功夫被吸 是 什么 这么快就有人动手了 大司空府可有医师 未知没有听到大司空说起 到底谁这么新婚手辣 在庆所新婚当夜就动了手 难不成 马上封锁城门 捉拿刺客同党 不可反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是 大肆大有令 关城门 主上 说 我 城里该查的地方都查了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属下查看了所有的尸体 他们穿的是最普通的家常布 武器也是铁匠铺里常见的 浑身上下没有一件私人物品 从他们的年龄和身体情况推断 他们是应该有人专门豢养的刺客 属下 仔细查看了这些刺客 应该可以清楚地推断出 他们没有给自己留下后路 哪有这样的刺客 竟然连后路都不给自己留 莫非是皇上的人 要献主上于不义 主上 不可不凡了 可陷害主上 无疑是动摇江山之本 皇上登基日前 朝内局势未定 再用先皇孝敏帝的前车之鉴 应该不会冒然行动 会不会是齐国人 齐国 齐国与大洲连年征战 边疆战事贫乏 但边城莫其 要说这么多人 悄无声息地潜入长安城 而不被发现 男女登天 说来说去 什么线索都没有 主谋是谁也不知道 要做什么也不清楚 从来没见过这么难办的案子 打开城门 把所有派出去的人都叫回来 主上不查了 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急 去吧 是 你都听到了 你的好侄女一嫁到大司空府 大司空府就遭了刺客 绝对不会是亲所做的 夫君 一切身材下 夫君近年来为了江山设计 得罪了不少小人 此外 你更像是哪个心怀不轨的暗中下手陷害夫君 或者 这更像是银豹说的 更像是银豹说的 是皇上 是不是原青所做的 只要他自己才知道 父君的意思是 把他给我弄回大仲宰府 我要知道真相 说 打探到什么了 奴婢跟踪金虎和银豹 果然不出所料 大仲宰将这些尸体 隐藏在一处宅院内 令金虎银豹好生查看 这些尸体的线索 以便找出幕后的指使者 之后 金虎银豹便回到了大仲宰府 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刺客 果然不是他派出的 皇上猜到了 不是猜到 而是朕知道这位大州的大仲宰 朕的兄长 他做事 绝对不会留人化命 奴婢也很奇怪 这些刺客究竟是谁派来的 为什么竟会没留下半点线索 大仲宰府的金虎 断手断众所周知 除非他在演戏 否则 这些刺客行动迅速 不知缜密 还真是有些来头 其他地方呢 似乘紧闭 大仲宰的手下 在城内奔波了一天 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人 也没有什么可疑的线索 这就奇怪了 这些刺客 没有杀人动机 也没有全身而腿 好像是凭空而降 又凭空消失 只留下了几具 没有用的尸体 大司空 平时只是沉溺于声色拳马 并没有一定要他性命的仇人 那些刺客 会不会别有用意 你是说 跟镇魂珠有关 镇魂一出天下境 离商机也百事横 谁不想要镇魂珠呢 不过奴婢觉得 这些刺客出现的 未免也太凑巧了 你是说 奴婢怀疑 青索姑娘与刺客 有串通之险 镇魂珠 保护主上 做何呢 什么 这么快就有人动手了 努必怀疑 青索姑娘与刺客 有恐怖之险 主上 这是属下在刺客身上发现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属下觉得这事蹊跷得很 新夫人刚刚进去 就出现了刺客 但这些刺客并没有要杀人 这些人到底要干什么 是血 是血 人血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吗 属下是赶在大中宰的手下 和皇宫侍卫到达之前 把这些东西全都搜罗起来的 应该没有其他人知道 还有 如果新夫人跟刺客是串通好的 目的是为了刺杀主上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 不直接埋伏在婚房 这似乎很难解释 眼见未必为实 是啊 毕竟新夫人是大中宰府的人 还有什么线索 其他的跟大中宰府的判断一样 这些刺客隐藏得实在太好了 根本查不出谁是幕后指使 甚至 连这些刺客是从哪里来的都查不出来 看来 刺客是另有来路 这个原青所 还真不简单 主上 要不要手下去趟大中宰府 等原青所醒过来 一切自有分晓 是 这事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还有 你巡礼跟往常一样 带人出去调查便是 一有消息 立即来报 是 原青所 你到底什么来的 就那么急于得到诊魂珠吗 只要我抓住你 就能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谁在急于诊魂珠 大哥 咱们是抢还是不抢啊 废什么话 两下都被大中宰给苛扣了 不自寻出路 我们吃什么 大哥 可这是奇果的地盘啊 上 怎么没人 在那儿呢 好 兰陵王高长宫 大家不要怕 就他一个人 打死他们 着命啊 饶命啊兰陵王 我等兄弟 只是不想被饿死 饶命啊兰陵王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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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饶命啊 这是我大齐国腿 我高长弓的侠地 从神尔德 可以撒野的地方 齐将军 在 这些战俘就交由你来处置 是殿下 把他们带走 是 走 走 起来 起来 多谢殿下 殿下就能够的 殿下爱您了 多谢殿下 快起来 多谢殿下 多谢殿下 叶神乱 大家回家休息吧 多谢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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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贵为巨王 得到几乎 怎可一人请 活动活动经过 报 殿下 紧急军情 好 机会来了 什么 周国的大司空府 出现了大批神秘刺客 现在人心惶惶 军心不稳 正是进攻的大好机会 立即发病前往边境 杀他们措手不及 中午 说吧 说 你要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口的话 我可以给你提个喜 是谁派你和那些刺客来的 刺客 或者说是你的同党 什么同党 回到我 头好痛 少给我装模作样 有胆加进司空府没胆承认 你你是谁 你要对我做什么 你竟然假装不认识我 我只知道你会跳舞 原来你还会演戏 你 你放开我 你说出来我就放了你 谁派你来的 为什么要嫁到司空府 目的何在 快说 你放开 想走没那么容易 还来 假装不认识我 却记得怎么踢人 叫谁能相信你的谎话 救命 杀人了 你放开我 在我大司空府里喊救命 我一声令下谁能帮你 你 你到底是谁 你这个坏蛋 你最好给本司空老实交代 否则 休怪本司空不怜向西域 可 你放开我 说 你 还来这招驱马术 那本司空就叫你开开眼界 见识见识我的驱马术 你 放开我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主上 抓着他 主上 夫人 放开我 放了 你只要回答本司空的问题 我就放了你 我 我不记得 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放我走吧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这个呢 你们这些恶人 你放我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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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凶 我 我又是谁 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 头好痛 好像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嫂夫人 我听说清所醒了 是 谢天谢地 四弟 带我去看看他 嫂夫人请 清所 嗯 清所 你没事吧 你是 傻孩子 才嫁到大司空府 就不知道我是谁了 嫂夫人 都是我的错 小弟没能照顾好清所姑娘 四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回禀嫂夫人 清所姑娘被床柱砸伤之后 迷失本心 记不清自己是谁 不认得其他人 本想着您来了能有意外惊喜 没成效 迷失本心 清所 仔细看看我 我是姑母 你想想 姑母是怎么把你带到长安城来的 我 你见过皇上 到过皇宫啊 这些我都不记得了 这可怎么办 四弟 赶紧把大洲最好的医生都找过来 嫂夫人 皇上已经把皇宫最好的太医都派过来了 那太医怎么说 太医说 没有特效的草料能够医治 只能减少清夏抚慰疗养 慢慢使其心性回归 时间长短说不定 少则几天多则数年 有的人一生都没能康复 不行 清所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才拜唐澄清 嫁给四弟 正要想轻服的时候 清所 你跟姑母回去 姑母一定要把你治好 嫂夫人 小弟发誓 会竭尽全力让清所姑娘康复的 清所 你是愿意留在这儿 还是愿意跟姑母回去 我 清所 我我跟你没这么熟 你不要叫我叫得这么亲热 我愿意跟你走 颜姑娘 主上 拜尽夫人 拜见大司空 主上 颜姑娘她 大司空 请不要怪她 我想给妹妹一个惊喜 所以才擅自闯进来的 妹妹啊妹妹 新婚燕儿 你竟然不给自己的夫君大司空 留半点颜面 这还是我认识的清所妹妹吗 颜婉 你怎么来了 啊 我陪父亲回长安城 向圣上禀报军情 沿途听说大司空府 出现了一些变故 所以就赶来探望清所妹妹了 你来了倒也好 你倒说说看 清所是不是应该跟我回大中宰府 啊 啊 一个是无上皇族 一个是名门闺秀 虽然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可是出嫁第二天就要回娘家 这样那些无知的百姓 不知道会说些什么话来呢 夫人啊 同是皇族又亲上加亲 你要是这么着急的话 倒显得大司空怠慢了清所妹妹 话是不错 可我就这么一个侄女 我不能把她 夫人 两个月前你带清所妹妹 出来长安城的时候 我去大中宰府灯门造访 有幸结识了妹妹 妹妹为人乖巧伶俐 我当时就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夫人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愿意陪在清所妹妹身边 虽然我对医术一窍不通 但是我可以陪妹妹畅谈往事啊 说不定 下次妹妹就可以把以前的事情 都记起来了呢 妹妹 你说是不是啊 清所 清所 朱总过来 传太医过来 是 主上 可曾看出端宁 夏日潮湿的地方 萤火虫随处可见 这并无稀奇 你看这花 却并非出自大众 这花确实稀奇 齐国 对了 书下曾在齐国见到过这种花 当地人 好像叫它解忧花 难道夫人她真的 我幼年的时候 在齐国做过人质 见过解忧花 确实与这花样子相仿 但花的颜色不同 花瓣的个数也不相同 解忧花花开六瓣 可这绣的却是八瓣 绣娘平常也会在绣品上别出心裁 但凭颜色不作为凭 主上 不可不妨啊 大司空 总算把大众宰夫人送回去了 燕姑娘 阿庸真是见外 我与你自幼相识 这样称呼 都显得生分了 阿庸只管叫我婉儿便是 婉儿 是 阿庸还在为清索妹妹担心吗 清索刚刚嫁入府中 就成了这个样子 不但往心里过于无趣 就连大众宰府也不好交代 清索妹妹拂大命大 又有你的照顾 就算是再重的病啊 也会很快好起来的 只要阿庸高兴 我怎么样都好 只可惜 我在阿庸心目中 只不过是一粒微尘 就连成亲 阿庸也链鱼发张喜帖给婉儿呢 宇州路途遥远 我是怕你路上新鬼 怎么会呢 能在阿庸和清索妹妹身边 就算再辛苦婉儿也愿意 当真 当真 那我现在正好有一件事 需要你来帮忙 阿庸请讲 婉儿万事不辞 我到底是谁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我真的嫁给了那个什么大司空吗 姑母又是怎么回事 我到底是怎么了 我到底是怎么了 圆清索 我真的叫圆清索吗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我有点头晕 碧香 妹妹病未痊愈 你先下去吧 我来照顾妹妹 是 是 妹妹 我已经吩咐下人去准备一些食材 晚上姐姐亲自下厨给你做些好吃的 保管你吃了以后生龙活虎的 没准一下子就能把以前的事想起来了呢 你呀 不要太担心 也许失去记忆只是暂时的 慢慢的一切都会想起来的 谢谢你 幸好还有你在 原本我以为大司空府里测试夫人的位置会是我呢 姐姐 没关系妹妹 只要你我姐妹同心 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过 我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这院子左边是银香亭 夫人闲暇的时候可以来坐坐 你看这里到处都是花束 咱们主上最喜欢海棠了 再往后面就是厨房了 要说这碗儿姑娘对夫人还真是贴心 一直都在厨房里忙着给夫人做好吃的呢 夫人是不是累了 奴婢以为夫人会卧床休息几天的 没想到现在就出来了 我才没那么娇嫩呢 这里的风有点凉 我去给夫人拿件披风过来 八成菜过一会儿 一碗姑娘的饭菜就该做好了 嗯 来了来了 姑娘你在干什么呀 汤不香 我加点料 这是什么呀这么香 毒药 什么毒毒药 只要原青所吃了这碗汤 就会蹊跷出血 无药可救 你真的要把这碗汤给青所夫人喝吗 那是自然 我毒死了他 我怎么有机会嫁给大司空毒宠一身呢 姑娘 当心被大司空发现了 这可是死罪啊 你以为大司空真的愿意原青所做他的测试吗 那不过是迫于皇上和大种崽的压力不能推辞罢了 原青所不过就是个香野村姑 是不是大种崽夫人的亲侄女还难说呢 不要以为攀上大种崽府就能飞上枝头了 只有本姑娘这样天生的士族才配得上大司空 可是如果让大司空知道姑娘趁青所夫人失忆的时候 下次毒手恐怕 他说失忆就失忆了 照我说连大司空都不信 一定怀疑他是大种崽派了的人 对了你见过他的手帕吗 那上面绣的解忧花只有在齐国才有 说不定他就是齐国的细作 我现在下毒毒死了他 就说他伤势复发而死 正好解了大司空的难题 姑娘真聪明 哼哼 宇文悠想困住我 那盐婉 表面上跟我亲近 实际上背地里想要杀死我 他们都不是好人 我必须离开这儿 哎呀哎呀夫人不见了 夫人不见了 去那边找自信 是 快 去那边看看 报告总管这边没有 那边也没有 老女子跑不了多远 去那边找找 我该去哪里 你 解忧花生长在齐国 也许到了齐国 就能找回我的记忆 找回绅士 主上 怎么样 新夫人非常聪明 她既没去大中宰府 也没去皇宫 二是城门一开就出城了 方向 东北 齐国的方向 对 看来这个原庆所 并非大中宰府的探子能见的 主上真的怀疑 新夫人跟齐国人有关 是不是跟齐国有关 原庆所自己会告诉我 主上 现在怎么办 毕竟府里丢了新夫人这事 要是传出去恐怕 你找人放风 说 镇魂珠确实如江湖上传闻 就在大司空府 但是原庆所驾进大司空府 又逃走之后 这镇魂珠 就不翼而飞了 主上 要是这个消息传出去 只怕新夫人会成为众矢之地 难逃一劫啊 你不用担心 原庆所聪明得很 本司空倒要看看 这个指派原庆所到大司空府的幕后黑手 是如何指挥她私立逃生的 参见主上 皇上派人传来口谕 命主上立刻觐见 背吗 是 大司空觐见 参见皇上 四弟 你来的正巧 正刚好看到这本书上 有记载治疗记忆衰退的方子 你看 剑脑汤 写得很详细 皇上 不用查找了 怎么 他已找到更好的方子了 他 昨夜已从大司空府逃走了 逃走 为什么逃走 新婚两天 他又失忆了 能跑去哪儿 他大概有他的目的 四弟 放长线钓大鱼是可行之急 但清索是个弱女子 孤身在外 难免会遇到危险 她毕竟是大中灾府的人 你应该多多担心她的安危才是 可惜啊 年纪轻轻 却被卷入这样的朝政漩涡 启禀皇上 紧急军情 高长公率众攻击虎山城 血刺是一败涂地 作困仇城 这是刚刚送到宫里的八百里加急 传朕旨意 众臣朝堂一事 是 皇上驾到 皇上驾到 皇上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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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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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 皇上微臣以为周旗两方交战多年 吃亏的还是百姓和将士 倒不如一和 一和 我大洲的颜面何存 高昌宫虽然骁勇善战 难道我大洲就无人能敌了吗 为国为民 当以和为贵啊 但我大洲不能示弱 一和固好 但除兵更为上策 大中在 有何高见 我大洲国 何须把区区一个高昌宫放在眼里 只要皇上派兵前往 一定可以让齐国大军 溃败奔逃 大中在说的对啊 是啊 我朝兵雄将猛 怎么会怕区区一个高昌宫 大中在高见 与朕不谋而合 众外卿 谁能带兵前往 陈弟愿为国效力上阵杀敌 你 对 陈弟就任大司空以来并无剑术 现在边疆告急 这是陈弟为国效力的好时机 寡人知道大司空自幼熟读兵书 心思缜密 如果带兵营敌应该是一支禁旅 但是 薛四十心败 士气低落 新将出征 未必能力挽狂澜 大中在 可有适合的人选 陈愿带兵领将 为报大洲设计 征战沙场 大中在 威震边关 自然是最好的回选 但大中在刚刚从边疆得胜回京 这次出征 想必是又要周车劳顿 朕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皇上 大洲朝是皇上的天下 岂容他人来犯 臣在数月前 大败齐国军队 想必他们还历历在目 如今 乘胜追击 必定事半功倍 更何况 臣在虎山城修建了大型机关 只要高昌宫中计 一定能一往成勤 皇上 大中在威震四月 有大中在坐镇边疆 一个小小的高昌宫 又算得了什么 此人定会知难而退 好 朕 就命宇文大中在 统帅三军 进军虎山 遵旨 真倒霉 出门匆匆忙忙的 什么都没待 七国到底还有多远啊 公子 这个元清索一直往着 齐国的方向走 他想做什么 要不要帮帮他 你看他 玄武卫护法也得到了消息 现在人人都认为元清索 拿到了证魂中 自然会盯着他 不管他是真实义 还是假实义 他都逃不过这一劫 难道 公子的心计和武功 会比那些人差吗 找个机会 把元清索带回小春城 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还是 您顾及四大护法的渊源 不想跟他们起冲突 震魂珠 元清索 就算是拿到了 会把它带在身上吗 金叔 你给我记住 想得到一件东西 最好的方法 不是靠武功 那是什么 你长得 比较小的地方 我看着都一样大 脑壳是一样大 可里面没东西 公子 那该怎么办 笑到最后才是高手 等 那万一 其他人拿到证魂珠 打开天罗地宫怎么办 天罗地宫是什么样子 鬼才知道 我倒是有点替元清索担心 前面就是战场了 看来盯着元清索的人 还真不少 看来长阿玛 读欺 把 给我 comercial 战场 若 我不 不 如果你 你们 和 你 是我 亚 你们 我 如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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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